大家好,我是小影 今天我們用雞蛋和麥片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300克麵粉 100克即時麥片 再加入6顆雞蛋 帶皮大概280克左右 然後加入4克酵母粉 2勺白糖 先把它們攪拌均勻 攪拌成麵絮轉 然後再加30克食用油 加油的好處是做出來的餅 涼了也不會硬 然後揉成一個稍微偏柔軟一點的麵團 蓋上發酵至兩倍大 也可以放冰箱裡冷藏發酵一晚上 早上起來直接用 這樣麵就發好了,體積變大 裡面是蜂窩狀 案板上撒點乾麵粉 麵團上也撒點乾麵粉,防止黏手 再把它好好揉一揉 排出裡面的空氣 大概再揉5分鐘左右 把它整理成圓形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撒點乾麵粉 把它輕輕拍扁 然後取出擀麵杖 把它擀成大麵餅 0.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 再準備一個模具 壓出自己喜歡的形狀 如果沒有模具 也可以用杯子 或者是瓶蓋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邊緣多餘的麵皮取出來 繼續揉成麵團 然後再壓成小餅 做好之後 蓋上保鮮膜 二次發酵至兩倍大 這樣就發好了 變得胖乎乎的 拿起來輕飄飄的 然後熱鍋 不用放油 放入餅坯 打開餡餅模式 蓋上燜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 再給它放個秒 然後再蓋上 再燜三分鐘 時間到我們打開看看 哇 好香啊 濃濃的雞當麥片香 煎至兩面金黃 餅微微鼓起 用鏟子按壓 立刻回彈不塌陷 就已經熟了 香烹烹的麥片雞蛋餅 就做好啦 這樣做出來的餅 外皮有點酥脆 裡面非常的鬆軟 還有濃濃的雞蛋麥片香 它是發麵的 也非常容易消化 給孩子當零食吃 或者是當飯吃都可以 營養又健康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 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 請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